大家好,我是胖地心培 今天我們要來打日郎的夢魘集 那基本上用的是遊俠隊 除了木遊沒有滿技以外 其他都是滿技 但是都沒有滿升華 都是三升華 然後配上一隻雞叫魔王 再配上一隻打技 那第一回合基本上他會把我們的血量生一滴 那這個地方拉雜雞的回血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轉珠上面呢 你可以選擇一波帶走 或者是不要一波帶走都可以 又是個版面基本七 天降到了九 我現在還在上班 我外面是我同事在跟小朋友在比賽 他們在比賽寫電 開心 他們這個神經病 公司太閒 又是個版面超級七combo 但是不曉得遊俠隊可不可以臨時通關 也是第一次算是第一次嘗試 那聽說是可以拉 但是好像需要一點轉珠上面的技巧 那技能也要稍微洗一下 不然可能會GG 稍微洗一下技能 好啦 先幹掉兩隻 不要太高的combo數 嘿 不要太高千萬不要太高 記得要留心珠 心珠大概要補血用 哎呀搞不好會起死 哎呀還好沒事 開心 會個血 嘿 就這樣一抗一抗 啊靠腰沒有心珠啦 要消雜珠的同時他可能就會死掉啦 過了 沒錯就這樣死掉了 根本是個小廢狼 在我色狼的面前 什麼狼都是廢物啊 我們會遇到這個雙體共生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洗技能 好就這樣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千萬不要太多 哎唷又骷髏頭捏 好可怕捏 又是個版面 基本6 我剛剛水珠沒有轉到 我本來是個基本7 有點可惜啊 基本上這個地方呢 大概就是小心翼翼的回血 不要轉太多康 右邊幹掉一定沒有問題 那他就去復活右邊那隻不會打你 記得千萬不要轉太高的COMBO數 不然你這兩隻來不及洗出來就真的臭腰 還可以再洗一回合 那再洗一回合吧 順便把血量回一下 天降給力啊 好就把左邊這隻幹掉 好就這樣不要太多 來個6康就好 啊幹天降機體攻擊Fuck 全死了 哎唷還好 還好 還好 還好還好 沒事沒事沒事 不怕不怕 要來我們來把右邊這隻 欸怎麼打左邊的神經病 真的是個神經病的組合 好就這樣不要多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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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這樣了 對 對 然後再小伊康 讓他復活 好啦 技能已經全跳了 我們就可以一次幹掉兩隻了 那這個地方呢 就稍微認真一點轉足了 好 5 6喔 版面基本6喔 天降到了7 感覺要帶走一隻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啊 有可能會不小心帶走兩隻喔 你在遊俠暴擊這種東西 雖然說是可遇不可求啦 版面基本6 直接將他帶走啦 這椅子好高喔 換個低一點的椅子來轉入 好我們會遇到的是五鼠盾 好我們現在沒有光珠 我們有新珠 這回合其實原本可以來這個地方洗技能 那上一關 洗技能會比較好 因為這罐血量有一點少 一個不小心天降 就不小心把他帶走了 齁 那基本上現在呢 我們有光火木暗 都可以啦都有啦 好就開心轉 好來個版面基本6 剛那個光珠來不及下來囉 光珠下來就是7% 我記得是只要轉到五鼠盾 他就直接一波帶走啦 下一關你會遇到的是 爆那個 左邊這隻高防喔 用木油點掉 記得是木油齁 然後開打擊 哎呀新珠好多啊 太早點啦 Fuck 好啦其實沒差啦 還是這樣帶得走啦 好 只要能帶走就是好東西啦 這是個漂亮的一個版面喔 版面基本 嘴巴 天降有沒有 哇天降再給兩組 哇三組四組 五組六組 哇七組 17COMBO 再沒帶走 那從此之後再也不玩什麼 我只打 每隻打兩百多萬 我看到沒有 哇 來到第六關呢 我們會再遇到 可以讓你再吃習近人的 山鼠盾 這地方可以稍微就是 把你的打擊再洗出來一次齁 喔 超級殘血 有沒有看到 超殘 記得喔 千萬不要轉到山鼠喔 不然他 雖然說不至於一次就被幹掉啦 但是有很大的機率 如果出爆擊的話 就真的不小心就是再點掰掰 所以就算打光狼呢 均康不用拉太高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回血 可以做有效攻擊就好 均康在有需要攻擊的時候 再來把均康拉高 平常就是做一些比較 呃 不能說是低水準 但是絕對不是什麼高水準的表演 大概均康六阿七阿 就差不多囉 不用硬要拉什麼八阿九阿 這些是太神話的東西了 雖然說 要達成 只要理論上是都可以的啦 對 我們目前還在努力當中 把血量回一回 還有幾回合 我們還在洗八回合喔 八回合 記得千萬不要轉到山鼠 千萬不要轉到山鼠 你也沒有木珠 所以不要害怕 盡量做過 你看天降來了 天降來了 哇靠北阿 我要洗技能 那你不要這樣搞我阿 嗯 漂亮 沒有消到木珠 開心 將血量回滿就好 沒有消木珠 我沒有消木珠 不要天降木珠 好的還可以再洗兩回合 開心阿 不要天降木珠 對 還有四回合 還有四回合 嘿 把火珠放到旁邊去 不要讓火珠消在一起就不怕啦 有沒有 是不是 跟我說的一模模一樣一樣 好啦 我們消到山鼠 他差不多就是要拜拜啦 我們可以去下一關啦 浪費了一會兒 我們要洗到技能 真是有點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下一關可以繼續洗齁 來到了下一關 是越攻越強 記得是越攻越強 千萬不要跟小凱一樣 在這一關就把技能通通開完啦 那是小笨蛋才會做的事情 稍微在這邊一開始可以稍微洗個技能 因為他打人一開始沒有非常的痛 可以說是完全不痛 不痛不癢的一個攻擊 那基本上前面你也不用轉太高combo速 因為一個不小心暴擊還是有可能會把他給帶走的 好了差不多可以就是拉高combo速了 再來還會越打越痛喔 那基本上這個地方呢 把combo速稍微一點點的拉高 做兩層小疊珠 水珠下來木珠再下來 好漂亮 好這個時候把你的雞腳魔王打開 雞腳魔王打開 開始轉珠啦 好啦直接帶走沒有問題喔 唉唷掉卡了 因為我既然大家知道喔 昨天開時空還有兩點 然後我四點都還到家 那現在原來屬於一個沒有聲音的情況喔 再來這地方呢就是繼續的轉珠 開心的轉珠喔 開心的轉珠 來個斜轉 再個斜轉 風化珠消掉了一組 那這地方記得新珠一定要留喔 因為他們打人是有那麼一點點的痛 兩組新珠回來是沒有問題的喔 沒有問題的喔 基本上先選擇一隻去做瞄準 你比較不會有死亡的危險 那如果說你現在發現你回血回不太來 場面上的風化珠有點棘手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用斜轉的部分來做消除 斜轉這個部分是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技巧喔 我們現在新珠有點不太夠的把光油給打開 我有學生來了 我現在想神經病在那邊自言自語 我們把風化珠撞掉一顆喔 那來繼續的做轉珠的動作 留下一隻 這地方稍微做個回血 做個一層小碟珠 反面基本溜 在這邊會稍微耗掉一點時間 但是穩穩的穩扎穩打的通關 一定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下午什麼課喔 數學喔 好吧 那我不能在那邊錄影 耶 他要死掉了 我們進入了下一關 我要趕快跑下一層 我要跑別的地方 人生都來了 不適合在那邊玩手機 第九關我們會遇到 尬您老實 我還來一個比較安靜一點的地方 我們遇到的是肺雷 血量很少喔 你只要一樣把水油打開 這罐通關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我們還有在洗七回合 今天剛好可以洗五回合 一二三四五 打掉10%血 開心 如果你想要多洗一回合的話 就是有一回合做 不要削到攻擊珠 就只要小心珠就好 有啦 每一年都媽媽有蛋豬氣死 有啦 每一年都媽媽有蛋豬氣死 有啦 有啦 他都是女人很小心 我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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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錄影 哎呀沒關係啦 算了都錄進去了 就錄進去了 沒差 現在剛講話的是我的學生 他叫王文偉 不小心做到攻擊珠了 反正我也沒有回血 好 進入了下一關 這一關稍微要有一點點的技巧性 因為他只有兩回合 剛剛如果再多洗一回合 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剛好要打兩回合 所以就沒差 好就這樣喔 不要削太多 因為我們要再多洗一回合 靠天降好像太多 不會就這樣帶走了吧 都還好 這個時候很開心火油開下去 然後再用木油 他就死了 超爽的 你有100%的暴擊機率喔 不要浪費 這時候就是光油打開 把血回一回 他打你不會死 然後打幾開 拍了 然後原來這顆豬可以動喔 345678 版面基本8combo 天降到了9combo 能不能一波帶走呢 沒有辦法一波帶走 但是沒有事 我們還有這一次 哇 臨時通關了耶 不要多康 五康就好 再見 遊俠隊臨時通關 我是黃帝星培 耶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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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